排便对于动物们来说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它们不会像人类一样感到害羞 感觉来了就会开始就地拉爸爸 比如有动物园的河马曾通过天女散花的绝技 甩了游客一身排泄物 也有鲸鱼在潜水的摄影师附近上露天厕所 许多人对于后者十分感兴趣 因为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海洋中的大型鱼类拉爸爸 再加上此情关于鲸鱼粪便能够售卖几十万美元的新闻事件层出不穷 人们便更加好奇了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鲸鱼粪便的那些事 鲸鱼是生活在海洋中的哺乳动物 这些大家伙对人类总是显得很友好 若是在海上偶遇了人类的船只 还总会主动上来请求贴贴 甚至像虎金帐的熊孩子 每次来还会带上些礼物 比如老打枚蛋 魔鬼鱼 人类对于鲸鱼一直充满好奇 并且由于它们对我们抱有善意 所以潜水进入海中偶遇鲸鱼时 往往显得比较淡定 因为大多数时间鲸鱼是不会主动伤害人类的 一直以来 人类跟随鲸鱼研究其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以及家庭构成 发现它们确实是一种聪明的动物 社会性吉祥 当然 在跟踪研究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见识到这些海洋中的巨无霸 是怎么上厕所的 画面还是有些蜡眼睛的 一般来说 鲸鱼会在下潜之前就进行排便 所以人们总是能够在水面上 看到它们留下不可名状之物 由于鲸鱼的粪面是飞絮状的 所以排在水中就像是烟雾弹一样 而或许是有些害羞吧 它排便时还会不断的游动 用自己大大的尾巴将粪面脚护一下 确保鸡可以快速散开 这样它就能够将自己大部分身体 隐藏在烟雾当中了 当然 正如前文中提到的 鲸鱼拉爸爸虽然很拉眼睛 但是它们的爸爸却价值千斤 尤其是善于潜勇的抹香精 这些家伙的粪面可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或许你也曾听过自己的香水中有着一味名为 龙岩香的香料 却一直不知道它是什么 这其实就是抹香精的粪便 这种东西在国外已被称为灰骨骨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块灰骨骨的石头 只不过表面是蜡质的 还可以点燃 其中还有大量的龙岩醇 能够使其散发出独特的气味 由于抹香精经常不是乌贼或者鱿鱼 并且对采用直接吞噬的吃法 所以它们坚硬的灰 就会造成鲸鱼肠胃不适 为了保护自己的肠道并且缓解这种症状 抹香精会在肠道当中分泌出一些物质 来包裹坚硬的雾贼灰 等到它的鳞角完全被蜡质物质包裹以后 再将其排出体外 这样的话 既不会划伤肠子 也不会损成排泄器官 不能看出 龙岩香从本质上来说 就是有点像抹香精的变灭产物 若是抹香精未能及时排出来的话 这个分石就会越来越大 最终让它肠臂破裂 导致其死亡 在上世纪说 就曾有捕金人在抹香精的肠道当中 发现了重量为455公斤的龙岩香 只不过 直接从鲸鱼体内取出的龙岩香是不值钱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粪便 带着浓重的清臭味 需要经过海水的不断冲杀 才能使其味道趋于正常 变成人们理想中的香料 因此 好的龙岩香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当然 鲸鱼的行踪一般飘忽不定 所有它们的粪便往往都会顺着水漂流 有时或能够被人们意外捡到 比如 根据英国太阳报于2020年10月的报道 泰国的一名姓名渔民 就捡到了巨大的龙岩香 这个100公斤左右的龙岩香 大约价值为240万英镑 整合这美元的话 又为270万美元 紧接着 2021年野门那些渔民也捡到龙岩香 最终以150万美元左右的价格卖出去了 由此可见 有时候蹲在海边捡石头 真的能够发财 毕竟物以稀为贵 鲸鱼的分别动辄就能卖出几十万甚至百万美元 如果走运的话 下半辈子可能就不愁吃穿了 值得一提的是 鲸鱼的分别除了能够被当成特殊的香料高价售卖以外 对于海洋环境来说 也有着重要意义 而这种意义的价值 可能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预修70%以上的地方都被海洋覆盖着 所以海洋是整个生态循环当中尤为重要的异环 根据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期刊的粗略统计 地区上大约有200多万种生物都生活在海洋当中 构成了海洋生态系统 而鲸鱼作为这只中的旁人大物自然承担着不小的作用 俗话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鲸鱼不仅要忙着捕食灵侠维持海洋熟练的底端生态 就连排泄时也要照顾到其他生物 当然咱们在这所说的照顾 指的并不是鲸鱼不该随地大小便 而是鲸鱼排泄物会给大量海洋生物提供养料 就像是土壤中的肥料一样 这乍一看似乎有点恶心 但是自然接种的物质循环大多都是这样的 鲸鱼的排泄物当中富含氮铁零等化学元素 可以养活海洋当中大量浮游生物和海藻 而这些家伙恰恰是整个海洋生态当中的生产者 如果他们出现了任何问题 那么海洋当中的生态循环就会面临危机 2015年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项最新研究 研究的内容就是 鲸鱼分别是如何加入地球营养物质循环的 以及鲸鱼和其他物种减少 或对营养循环周期造成什么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 鲸鲸检查海洋哺乳动物 他们就发现 鲸鱼和其他动物释放和运输的零下降了77% 事实上 鲸鱼在海洋深处觅食 在海面上呼吸 存情创海洋当中 每年带来大约7.5亿磅的零 这个数字现在已经下降到1.65亿磅了 不能看出 鲸鱼是海洋物质循环 甚至地球物质循环当中重要的硬环 它的觅食行为 排泄行为 都与海洋生态息息相关的 根据资料显示 海洋中一些稀有的养分 都存在较深的位置 鲸鱼在海底觅食 在到海面进行排泄 就为两个深度的海域物质交换 搭建起了桥梁 比如海底当中的铁岩素 基本就是靠鲸鱼分辨 带到水面上的 据新科学家报道 科学家尼克和他的研究团队 才收集了27份鲸鱼的分辨样本 最终发现 鲸鱼排泄物当中的铁含量 比南极附近海域 水中的铁含量高了1000万倍 大家再结合鲸鱼体型 和每次的排便量 就能想到 它们到底为海域的生物 带来多少珍贵的养料了 不过随着捕鲸活动的猖獗 鲸鱼数量的渐少 这种良好的循环 已经被打破了 提到捕鲸这件事情 最受关注的可能就是日本了 即便环保人士再怎么抗议 日本都未曾停止捕鲸行为 而且随着商业捕鲸行业的发展 死去的鲸鱼变得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之下 海洋生态当中 良好的物质循环已经被打破了 而更让人忧心的是 鲸鱼对于地球碳循环 也有重要意义 因为鲸鱼的死亡 会将大量碳带入深海 水溪在那里被封存消解 对此 美国缅银大学的海洋学家 安德鲁·珀欣 曾做过一项研究 据他估计 设计持续多年的补金活动 是大气中增加了 大约7000万吨的二氧化碳 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多 但1500辆汽车 一年就能排放这么多